受到饮食西化的影响 在台湾吃米饭的人口逐渐流失 为了避免稻米过剩 各地的农会都在动脑筋 将米食加入其他的食材 我们带你去看看 这个是南瓜板 用糯米 然后再加我们吃的铜莱米去做的 黄金餐包也是用南瓜 我们有加点米糊粉 还有面粉去做的 用新乌香出产的新香蜜 结合在地特产南瓜 制作出一系列的米食产品 口感特殊 令人惊艳 我这一次就知道这个台湾 这个口感有没有 这个可以列入五星级大饭店的那个 这个台湾比他们很高 桃园县新乌香 一直是台湾北部重要的水稻产地 有着水香米都之称 因此稻米是新乌香的另一特产 而新香米更是连续三年 获得台湾经典毫米的荣耀 我们桃园新香米 是桃园农改厂研发出来的米 它的特质有带一点鱼头香的味道 它吃起来营养 好吃可口 我们做很多的精致的包装 那我们做我们的礼盒 我们推动在前手 那各界就有那个女儿订婚了 他们都会到我们网路来 给我们新乌香农会来订购 那最主要的我们平常 我们也可以做伴手礼 精致的礼盒 加上多元的米食加工品 传统的稻米 经过包装与整合 又多了一个行销管道 新唐人在电视胡书霞张连杰 台湾桃园报导